第五瓦殘骸 乌克兰的尼克波尔市 周一遭到俄军砲袭 官员做好最坏打算 尼克波尔市距离欧洲最大的 扎波罗热核电厂仅10公里 辐射监测卡车在城市周围待命 监控是否有核泄漏 我一直在说 你住在核泄漠 在厨核泄漠 我有一核泄漠 专家直指俄罗斯实际上 不愿核电厂去军事化 想方设法阻止国际原子能总署到场 你没有确认 你能参加这个核泄漠 对吗? 美国国务院上周才召见 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 警告俄罗斯立即停止 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军事行动 基辅市中心山雨欲来 8月24是乌克兰31周年的独立日 却禁止大型庆祝活动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上金融时报 曾看不出有进行外交接触的可能性 排除和平结束战争的可能 CNN分析也指出寒冬将至 能源仰赖俄罗斯的欧洲国家 有可能因此低头大幅降低挺无力道 TVBS新闻众后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